我人生的第一顆印章是在小學10顆的 30塊還是50塊 普通木塊的材質 為了開郵政出金的帳戶 30年過去了 這種50塊的印章越刻越多 我已經分不清哪一顆才是原來的那一個 小學我念宋山區的明春國小 六年級的時候身高就165公分 我一直以為自己會長到180 但是人生好難 期望總是踢到鐵板 發育期的我 一天有60%的時間都會感到飢餓 所以總是吃個不停 上午會吃福利社5塊錢的肉包 傍晚會吃新東街上的蔥肉餅 30年過去了 這個攤子竟然一直都在 40年過去了 我竟然還在這條街上溜著滑飯 我上一家公司在這裡 我上一家公司就在旁邊 信義區的萬 然後春天這邊的樹會開櫻花 然後那個時候我從挑選地點 然後到談合約 招募第一個員工到第25個員工 每一個都是親自來 然後那時候這裡的一瓶 大概是3500塊錢 天龍中的天龍喔 萬 5年過去了 我還在信義區的街頭 趕著10點的上班時間 20年過去了 我仍然沒有忘記對內容創作的熱情 然後今年4月 媒體報導我準備登記參選 松山與信義區的市議員 跑去改了名 對其他的參選人出言不遜 像是一齣八點檔的相符劇 充滿離譜的劇情 我是認真想要選舉嗎 太多的雜音 我都忘記原本選舉的理由是為了什麼 來 看看 為什麼會突然想要選理長 我們小時候總是覺得未來是有夢想 年輕的時候總是認為社會是可以被改變 慢慢的我們變得只想笑就好 如果我今天想要刻一個印章 然後我希望他感覺很正式很認真 但是又不會太過奢華浪費的話 你會建議什麼樣的材質 萌馬像的象牙 這感覺好像已經是在刻預期了吧 這是清金石嗎 然後這個是不一樣的 這是藍文石 剛解嚴的時候 宣告台灣地區 從76年7月15號零時起解除解嚴令 年輕人覺得台灣即將走向更好的未來 2014年選舉之後 大家只說 垃圾不分藍綠 我想要改變 改變大家對這個社會的想像 除了垃圾 我們還有希望 找不到小時候的印章 忘記了原來的夢想 那就再做一個 這次做一個認真的 這下不能回頭了 我只剩最後一張支票 結果居然一直寫數字 今天領起來了 這裡面有20萬 好20萬 那邊看下 確定有 所以你有準備很多想法 高雲跟記者 在前面喔 沒有很久對決了 我們現在已經距離我們登記的現場 大概只剩下 可能大概20公尺 20 30公尺 然後我們才突然 我助理才突然發現說 幹 整個競選登記用的那個袋子啊 裡面所有的資料 放在那裡面 完全根本就沒帶 欸 落賽不是我 你知道嗎 好 那我們就走了 好 好 那我們就走了 欸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謝謝 會擋到嗎 會 我們叫做民主開箱未來城市 我很感動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我宣布參選之後 然後呢 過了一段時間 大概就是上個禮拜 有一個觀眾私訊給我 他跟我說 他因為我的基地的關係 他決定去參選 里長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應該是全台灣唯一一個 用這種照片的 很好很好 好 臨時頂了 如果正好找一集也就好 知道了 OK 完成 完成 大家可以走了 我 邱惠傑 正式登記參選 台北市第三選區 雙山信義區的市議員 我希望正式的參選 可以給這個社會上 所有普通人一點激勵 覺得自己可以參與 改變這個社會的路線 為什麼會突然想要選里長 好 這個 有一 大概有一半的原因跟你有關 那時候我再跟我媽 還有另外一個親戚 在那個 老攤箱吃飯 然後那個情形跟我媽說 欸 那選舉 要不要 許人和里長 就是說電視上是在播 你 你要參選的那個消息 他就看到你 然後就看到你 你講的 你的想法 那我覺得說 其實 選舉這個東西跟 為什麼一定要 很有背景 或是有一些既定條件的人 才能去當 為女猴子 或是為國家做 是規定 只要你有想法 或是你有足夠的專業 我覺得你都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你知道這家店啊 一直以來都沒有工藝給你 所以 每次來這邊吃東西 就一定要再去買喝的 我剛剛才發現樂樂他有賣那個 德國的蘋果酒欸 正好就配德國的三品吃了 我覺得還蠻剛好 OK 好啦 OK 回 立霞 OK